有一种胖表面上看不见 但是抽出血来却触目惊心 抽到这些是一半血 一半油 在家久坐不动 不吃肉也能面临肥胖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存在隐形肥胖 长期吃素就能控制血脂吗 番号走一走 血脂就肯定能降下来了吗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本期职场健康课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有鲁男之药 舒尔加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舒尔加减脂减肥 健康到家 我是张静 我们今天说的一种胖 和我手上的道具相关 来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两管血液 对于我一个做饭的人而言 我看到那两管血 我就觉得一管上面是植物油 是氢量没有凝固的 一管上面是动物油 它已经凝固了 对 这边这个黄色的这个 它还是一个液体状的 这个很明显 这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血液 它分层了 上面是血清 然后底下就是血细胞 然后这个旁边那个 就是有点变白了那种 有点已经是固态了 现在那个血清它里面的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物质 导致它已经凝固了 所以这这个右边 这个血一看就不正常 你看大家可能 现在都说不清楚 这个血液上面漂浮的 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 我马上请出 我们今天这堂课的 求助者张先生 有请张先生 你好张大哥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你好主持人 您到我们节目来 今天是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 吃油腻的东西 所以饮食呢 也比较清淡 就我主要吃这干果 零食比较多 什么开心果了 腰果了 什么那个必根果了 那些等会瓜子 化身啊 看电视晚上 就五六个小时 反正插机上 这几盘子干果都吃完了 全吃完了 对对对 不抽烟 就是吃点零食 那您吃得挺健康的 他说不吃肉 不怎么吃油啊 吃啊 是啊 这几天突然感觉呢 这个有点凶闷 这个浑身乏力 这个眼睛也发胀 就是偷晕 然后我去医院呢 抽个血 一化验一抽血呢 护士说 你赶紧去心内科去看看吧 抽个血 为什么要到心内科呀 是啊 这护士说 你抽的血是一半血 一半油 他说叫鲁鸣血 就是这个吧 就这个 对对对 一半是血 一半是油 一半是油 那他当时说 让您到心内科去的时候 您心里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都不去血管科 或者血液科 非去心内科呢 想找专家给解释件 您今天算是来着了 一会儿呢 我们好好请专家 给您分析分析 好吗 谢谢 谢谢 请坐 谢谢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坚果的人 听完张大哥说完之后 我都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几位听完张大哥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感觉 瓜子 花生 这吃再多能有什么事呢 我觉得没什么事 我跟刘帅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 这怎么能没事呢 你那花生油是从哪来的 不是从花生那来的吗 瓜子的葵花油 从哪来都是油料作物 您这他说了五六个小时 望着嘴里就哇的放 然后再拿这个水一喝一稀释 得 全上血管里去了 张大哥吃了那么多 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胖 但是有可能他的肥胖 全部藏在这个血管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隐形的肥胖 而且隐形的肥胖呢 还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后果 那我们马上请出 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讲嘉宾 这二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真医院 心内科主任医师宋献涛 以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真医院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人群防治研究室主任 左慧娟 欢迎二位 心血管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 是生活方式 代谢问题和遗传 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一月二十多年以来 我不知道做了多少台 冠脉介入手术 也不记得签署了多少张处方 更不能准确地记得 救治了多少关心病的病人 有2.50的吗 病人呢却越来越多 越来越年轻 介入手术和药物 阻止不了关心病的发生 您写之后一个任务 要好好地把血量控制下来 请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 远离心血管疾病 今后这仍然是我的使命 我是心内科医生宋献涛 我愿意成为你的疾病管理师 我是佐慧娟 刚才我们这几位嘉宾 给他们分析的 我是越听越不靠谱 二位赶紧给分析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张大哥这个问题 我想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他这个血液 为什么会成这种颜色 这个呢实际上是 跟我们的人体当中的血脂 是有关系的 血脂呢 是我们人体这个细胞代谢 必须的这样一种物质 那我们血脂当中呢 包含很多种成分 实际上我们 在这个做化验检查的时候 经常关注的有四个成分 一个呢是总胆固醇 一个是甘油酸脂 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还有一个呢 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张大哥去医院抽血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有胸闷 头晕的感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呢 不是吃的越多 我们应该身体越强壮吧 我们刚才谈到 我们这个血脂成分当中 这四种成分 这四种成分呢 其中总胆固醇 甘油酸脂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这三个 如果高出正常上限的话 水平越高 对我们的身体越不好 如果说是甘油酸脂增高的话 它其实很大的风险 高到一定程度 会带来一些 急性一些炎的这样一些表现 会有一些腹部的不适 甚至有一些乏力的这种感觉 总胆固醇和我们的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特别高的话 它会加速我们 动脉中央硬化的 这样一种进展 动脉中央硬化呢 它实际上是 侵犯全身的这样一种血管 如果这个血管 位置在心脏上 我们叫做冠状动脉 它会导致冠心病 冠心病大家都知道了 这现在发病率比较高 也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冠心病的表现呢 就是胸闷 然后也有气短的情况 有胸痛的情况 所以说如果说 你这个血脂成分高了以后 导致心脏的血管出问题了 它会有胸闷的 这样一种表现 再有一个呢 刚才我谈到了 就是动脉中央硬化 它会累积全身的 这样一种血管 如果说累积到 我们的脑血管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的脑血管 的这样一些狭窄 导致我们的一些 脑缺血的一种发生 所以说病人会有一些什么呢 会有一些头晕的一些情况 暴饮暴食 熬夜 也不运动 会导致我们这种血脂的抑制 在临场当中 会引起很多的一些 相关的疾病 冠心病 有脑足中 急性血炎等等 我真的听您说完 我的头晕啊 这里油水这么大 各位有没有这个头晕啊 胸闷啊 乏力的感受 过节的时候 因为就会一直在吃嘛 你其实胃里 从来都没有空下来 我一直认为是全身的血液 都供到了肠胃里 所以我就才会出现 这个头晕啊 胸闷 然后还躺着嘛 吃饭也不动 然后就觉得这个乏力 都是因为吃了太多的原因 对 一吃饱了就犯困 可不是乏力吗 两位大夫 就是节后啊 出现这种症状 到医院去看病的病人多吗 这种病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啊 就是过节以后啊 包括我们的黄金周啊 五一十一啊 长假以后 所以很多病人 因为这样一些 临床的主宿症状 然后到医院来就诊 这个时候呢 往往呢 医生会给他一些 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这些检查来帮助这个 就诊的患者来排除 到底你有没有这些慢性疾病啊 比如说高血压 冠心病啊 糖尿病啊 脑足中啊 外出血管疾病啊 等等啊 所以说节后啊 确实病人突然有一个增加的 这样一种情况 全国大概有多少人 都有血脂异常的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 在脑子立即在想啊 那现在我就给大家揭晓这个数据 其实血脂异常 在我们中国的人群中 特别特别的普遍 我们有40.4%的人 是血脂异常的 那么推算一下 有多少人口 是血脂异常的呢 差不多4亿 我的天哪 太高了 那张大哥他挺委屈的 自己没有怎么吃肉啊 吃什么油之类的 只是吃了一些坚果 就出现这种现象呢 现在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啊 这个蛋黄色的这个液体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正常的一个血液 那这个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是一些乳米血 乳米里边90%是甘油三脂 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 出现这个乳米血呢 我觉得有几个 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家族性的 高甘油三脂血症 因为这样的一些人呢 他的血脂成分 我们很难是控制下去 抽血的时候 经常会表现出这种状态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些代谢异常 就是我们吃了这些油脂的 多的东西的时候 代谢不掉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也有可能造成我们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造成乳米血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我们吃的油脂的成分 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这位大哥 我刚才听到呢 你说的就是特别爱吃坚果 是吧 而且吃的量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 还补充了一些零食 都是热量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含油脂 是非常多的 植物油主要是从坚果里来的 所以我们的花生 或是我们的开心果 核桃啊 核桃啊 瓜子啊 是吧 所以呢 如果一次大量 摄入非常多 这样的话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您讲的这种 大量的食用这种坚果 就会出现的乳米血 您说它这应该是 一过性的吧 是暂时的吧 就是它如果这个 它这段时间不吃那么多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对 是这样的 它这次呢 抽的这个血呢 是这样 但是呢 在未来的几天 它的饮食回归正常 我大量的摄入了蔬菜 水果 而且呢 还有一些就是 高纤维素的这种主食 比如说骨类食品 然后增加了运动 那么我们这些 那个脂肪会代谢下去 但是你看啊 我们这几位嘉宾 明显这三位 说他们过节之后都胖了 这两位呢 好像稍稍松一口气 因为他们过节没胖 那是不是说这二位 完全就不用担心 自己血脂高的问题了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血脂高 还是不高 有的时候 不一定会有 我们的体重 还有我们表面 看起来的这种胖瘦相关 首先我们还是要 抽血检查一下 我们的血脂高还是低 这个是最直观的 大多数 就是体重超重 或者肥胖的人 可能会造成 他的血脂 是出现异常的 因为他们两个是 密切的强相关关系 是吧 你看像当时这个张先生 其实看起来好像 不算特别特别胖 不像那个刘帅 那肚子那一圈肉 那游泳圈 但是他确实抽血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有没有 什么别的办法 除了上医院抽血之外 还有别的办法 能够看看自己 到底是不是隐形肥胖的 其实我们看看一个人 胖还是不胖呢 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看看 我们自己的腰带有多长 是吧 这个呢 非常好测量 那如果我们的男性 我们测了一下 我们的腹围 超过九十厘米 女性呢 测一下呢 如果是超过八十五厘米 你已经是腹型肥胖了 刘帅 来 直接给你量一量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张先生 也量一量 好不好 来 第二位 刘帅我跟你说 你就是占了一个 脸小的便宜 从上面看 觉得特别瘦 镜头给特鞋 趴下来 你看这小肚子 幽幽幽幽幽幽的 你看看 然后一般的时候 我们比较简单 这个肚脐是我们的七十点 也是我们的结束点 那我就给你测一下 来 我给你帮个忙 年前还没有这块肉 要吃到一圈 早都过了九十了 看看是多少 一百 是吧 是一百种 我们再看一看张大哥 对对对 看看张大哥 我觉得您这个肯定没有到 您比我瘦多了 你们都绝对想象不到的 猜不到 比我好像还多一点 多一 多一 一厘米 是吗 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 现在大爷又说了 说你看 这个个子高低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再用另一个标准来判断 他们是不是超重或者肥胖 你是体重是多少 不好意思 但是现在有称吗 我偷偷告诉人 你们可别叫 偷偷告诉我 一百六 身高呢 一米七五 好 体重 那么我们除以 它的身高的平方 八十 除以一点七五 再除以一点七五 二十六 二十六 几乎这个数 那您再说一下您 我将近九十公斤嘛 九十 身高 一米八三 也是二十六 对 刚才咱们通过 我们测了一下 你们的腰围 那这时候呢 我们都给你们定义成 一个腹型肥胖 那现在呢 我们又用另一个标准来判断一下 他们是不是超重和肥胖 那这个标准呢 我们用的是体质指数 也叫BMI 如果是我们正常的话 那就是小于二十四 十八到二十四是正常的 我是二十四到二十七点九 这时候是超重 超过二十八 我们认为是肥胖的 所以呢 你们俩通过我们这个BMI测量呢 就是数在一个超重的一个状态 对 超重 所以一切都来得及 去安诊找我吧 行 我找 我来给你们指导 好 减重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二位 好 刚才我们量完这个张大哥的这个BMI 是二十六 那针对他 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吗 我们一定开始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 首先呢 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嘴 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还要迈开我们的自己的腿 然后我们要运动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 我们还要保持舒畅的心情 减少心态力 这样的话有助于把我们的血脂血糖和血压 控制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围 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那其实关于这个血脂呢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的传言变变变环节 长期吃外卖 抽血会是乳白色的牛奶血吗 只要血脂高了 就一定要服用降血脂药吗 我们每天吃多少肉 才会是最健康的呢 调整血脂 我们应该吃些什么样的菜呢 职场健康课 精彩继续 这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 舒尔加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制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有请我们的传言验证官周韵 哈喽周韵 周韵好 经纪好 老搭档了 那你今天来 带来的传言是什么 这个传言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会当一个恐怖片看 这怎么讲 就以前西区客客的那个场景 我现在脑海里边还在浮现 人的血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但是前段时间 有一个人据说是 长期吃外卖的 一个27岁的温州小姑娘 小林 吃完以后犯病了 到医院直接去抽血的时候 下面就是恐怖片呈现的时候 那个血是什么颜色 和大家一块来看下面这段VCR 妈 都吃外卖了吧 那你不在 怎么可能只能吃外卖呢 别老吃外卖 没看网上说吗 一27岁女子天天吃外卖 都吃出牛奶血了 哎呦 我一说啊 网上那些东西啊 你那也别全信 外卖少吃点 行行行 吃了吃了吃了 啊 行 换了 今天点点什么吃啊 外卖就不点了 我就自己带了 什么时候不是开始自然带饭了呢 哟 你没看网上说呀 就经常吃外卖容易牛奶血 你怎么也怎么说呀 哎呦 韩吃呢 再吃你也牛奶血了 天天吃外卖 这就变成牛奶血了 静静 你看啊 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觉得这哪是抽血呀 这不抽汁吗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刚开始我们的那个求助者 他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现在就要问一下我们各位 大家觉得这个传言是对还是错呢 请举拍 三错两对 我觉得可能这个故事 虽然是真实的 但是它是一个偶然现象 因为更多的人 比如说吃完了以后很着急 我们大部分人都天天都吃外卖的 然后外卖呢 也可能分各家各户 用的油不一样 还有各种各样的菜品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一定吃了外卖 这个血脂就高 或者是血里面就流淌着 黄布拉基的这个脂肪 年轻人啊 吃外卖吃得多 这外卖里边的油特别特别大 而且就关于您说的这一条新闻 我在某某视频网站上 我看见过好几次 而且已经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 我看的时候 也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 你知道现在那些视频网站 特火 它还给你配个特别恐怖的音乐 对对 当当当 我当时还点了个赞 还点了个赞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年轻人 尤其是职场的年轻的朋友们 平时尽量自己多带饭 别吃这个外卖 它油大 要不我们问一下国宁吧 要不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讲 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东西 我心里就不健康了 还别说这些的问题 不 这我觉得不用从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其实从一个社会现象就能知道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点外卖 我们都爱写一个留言 如果你给他备注说 来个帅的外卖小哥 真的会来一个帅的外卖小哥 但是女生一般都会备注说 请少油 少盐 绝对不会的 来了之后一定是油汪汪的 一定是油汪汪的外卖 对 然后你看咱们那个求助的大哥 他吃了七天坚果 他就乳迷血了 你说我们这个常年天天吃那么油的外卖 怎么可能不是呢 所以你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 对的 红汤 我觉得他们完全这样胡说八道 就是谬论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是他们的强项 我就来给你们用生物的角度 来给你们科普一下 就是这个油脂到血液当中的话 如果它多的话 顶多会使这个血变得粘稠 而不会改变它的颜色 血为什么是红的 人的为什么是红 是因为它有血红素 对吧 这是让它变成红色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大家都来看看自己的血管 对吧 包括嘴唇 嘴唇就是毛细血管的一个表现 什么时候你们见过一个 纯白色的一个嘴呢 我们蒸了那么多 到底这条传言是不是真的呢 关键是是不是直接抽出来就是这样 好 我们再请出一位医生 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 徐顺林医生 有请 如果运动失度 把握安全性 任何人都可以运 再坚持 那么血脂高了 是否可以运动治疗呢 血脂高有那么可怕吗 一二三四 如何摆脱血脂高的困扰 让我来告诉你 血脂的来龙去脉 我是徐顺林 徐医生特别好玩 刚进门之前就说来 你别紧张啊 虽然你第二次来 我是这个大脸包 你说我是什么来着 小帅哥 你就想被引出这句话是吗 太上道了 徐医生和我们的宋医生和左医生一块啊 我们来揭秘刚才说的这个 直接抽出牛奶血的这个事件 请各位不要把他 大脸包心把他 刚才那个乳迷血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他并不是抽了之后 马上就是这种状态 他需要再静置 然后呢 他才会这样有效地去分层 才会看到这种乳迷的状态 直接抽出来 我们不会看到一管是这样的 我是同意左老师的观点 我觉得他是 直接抽出来的血液 不会像咱们那个牛奶似的 我觉得这个 因为现在咱们很多新闻上 媒体上 这个说的这些东西 我们一定要辩证地去思考啊 然后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符合不符合 我们的科学的原理 它本来这个红细胞里头 就有血红蛋白 这血液是红色的 有哪个动物是白色的 从人当中抽出牛奶血的话 是活人吗 吓死了 经常吃外卖导致牛奶血 这个说法是 错误的 错误的 那各位有没有在临床当中 碰到那种脱血 发现这个血脂特别高的案例呢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在临床当中 其实这种病人还是很常见的 因为血脂特别高 然后和平一些慢性疾病的 这种情况 其实刚才接下来咱们谈到 就是我们有个 这个谈吃外卖的 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前不久 我自己还有一个病人 他实际上在30多岁的时候 就突然猝死了 后来我们去询问 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很乐爱踢足球 而且晚上也熬夜看世界杯 然后呢 30多岁没有结婚 然后天天吃外卖 熬夜 两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最终是猝死 哎呦 吓死我了 我的天呀 静静想起去年 我身上的遭遇了 世界杯的事 印象特别深刻 熬夜 看世界杯 点外卖 然后上早班 这全都占齐了 好歹啊 这个算是捡回一条命来 周越你那个时候 最爱吃的什么东西 会脂肪比较高一些呢 小龙虾高嘛 小龙虾高嘛 小龙虾很油啊 对 马小嘛 油脂特别高的 啤酒嘛 对 还有花生仁嘛 这个熬夜 世界杯必备三件套嘛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了 但平时其实真的不油的 你看我也不是特别胖 对吧 刚才说了 有可能这个胖是隐形的 对 内脏脂肪 对 这个确实让我们 又好好地学到了一课 这种血脂高的时候啊 跟胖是没什么关系 所以刚才我们大夫也说了 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就说到吃 那大家知道哪些食物的 脂肪含量高吗 我们这样 我们上下道具 好不好 我们的肉已经上好了 分别是 酒在哪里 猪 牛 羊 鸡 鸭 大家觉得这五类肉 哪一类肉的脂肪含量最高呢 站在一个做饭的人的角度上呢 我觉得应该是鸭子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么多的肉 它有各种各样的烹调方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油出来了以后特别好吃 怎么油出来呢 烤着吃 所以这些肉里面最出名的 其实是烤鸭 然后所以我觉得 一定是鸭子肉的脂肪最多 所以烤着吃最好吃 有道理啊 就这个脑补一下 烤完这五种肉以后 放到桌上 你觉得通过烤以后 还有那么多油的 也就是那鸭子了 我就只爱吃那个烤鸭的那个皮 下面就不要了 谁刚刚说自己瘦来着 都藏起来那油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这五盘食物 这三盘是肉 这两盘是皮 这个是鸡皮和鸭皮 你为了口味 那个鸭皮好吃 如果为了营养 咱们还是吃点精瘦的肉 虽然瘦肉里头也有脂肪 但是我们总得吃吧 因为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要限制 饱和脂肪的摄入 这个饱和脂肪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肥肉 我们每天呢 是有一定量的 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 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 我们饱和脂肪的摄入量 基本是在10%左右 那么对于血脂高的这些人 还有我们的惯性病患者呢 我们希望不超过7% 也就是说可以摄入一点点 其实即使现在 我们这个选择是瘦肉 这些瘦肉里面 大家也可以说 你看我吃的都是瘦肉啊 其实也不然 我们这瘦肉里面 它是有肌纤维对吧 肌纤维里都是有脂肪的 那么相比来说 可能羊肉的这个 肌纤维里的脂肪 是相对少一点 然后牛肉 然后是猪肉 那么鸡肉和鸭肉呢 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瘦肉含量非常多的禽肉 所以呢 我们是推荐大家选择 鸡肉 鸭肉 这种禽肉来吃的 那它的脂肪 最主要含在哪里呢 就是含在皮下 这个呢 属于我们在吃禽肉里面 弃弃的东西 但是对于瘦肉来说 也不是说大家可以 没有禁止地去吃 就是基本上我们不主张 吃过多的过多的这种 即使瘦肉也是一样 那吃的量大概是多少呢 推荐的情况下 我们大多数人 是不超过一百克 一天嘛 一天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个传言 他们怎么说呢 说这个血脂膏不要怕 长期吃素就可以降血脂 但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呢 吃素真的能够降血脂吗 我们来看一下 妈呀 媳妇儿 吃菜吃菜 西兰花里面有肋黄铜 能够有效的降血脂 胡萝卜里面富含维生素 降低胆固醇 你也不想吃 肉也不想吃 你瞧瞧你那肚子 全是脂肪 你忘了提前报告上 怎么写的了 高血脂 你知道高血脂的结果 是什么吗 脂肪肝 肝硬化 一线炎 动脉周样硬化 心肌梗死脑梗死 以后啊 你就给我做好 长期吃素的准备吧 肉你就别想了 那营养也不够啊 来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多吃坚果呀 不仅可以降低 肝油三脂 还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和总胆固醇 长期吃素 控制血脂 这事儿 靠谱嘛 像我最近就一直在练啊 一直在吃素 吃草撸铁嘛 大家说的 这都是草啊 包括这个什么 米饭也算 船头也算 米饭不算吧 坚果也不算吧 只要不是动物的 它就是素 素的 来 大家觉得这个传言 靠不靠谱呢 应该 全都认为不靠谱 还有一个奇强派 熊猫你什么意思啊 我本来觉得是对的 但是后来因为一开始 那张大哥 他吃的也都是那个 没吃肉啊 然后他也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我就开始怀疑了 所以我根据刘帅 刚才的那个分析的角度啊 应该就是 看你吃什么 你要是吃了那些菜 应该可以 但是你要是吃了那些 坚果那些油大的 就是不可以 就这个 开心果 松仁儿 那我们问一下 几位专家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身体是一个整体 我们三大营养素之间 是互相转化的 如果我没有吃这些 纸类的这些东西 如果我经常吃的 这么多的米饭和馒头 这个为主 而且受量相对比较大的话 它是糖类 那么它在身体里边 它也会有一个转化 也许经常吃这些的人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是胖的人 是碳水化和多的人 也会胖 它这个照样 可以转化成脂肪 沉积在我们的脂肪细胞里 如果我们体内 胆固醇全部给去除掉了 就是没有胆固醇了 我们这时候体内 反而合成的会更多 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们每天的饮食中 需要是有胆固醇的 必须要有 就是说它们之间 是有一个平衡的 如果你吃一个鸡蛋 你的胆固醇 吸收百分之30 如果你吃两个鸡蛋 你的量多了 吸收百分之15到22 那多吃也就没什么关系 但是总量呢 但是呢 如果说 你这个鸡蛋炒韭菜 跟素菜在一起 植物固醇会降低 胆固醇的吸收 所以我们主张 荤素搭配 减少 明白了 就它刚才说的 就是你当你的身体的 需要量大的时候 你不给它 自己生产 外面吃的 多了也不吸收 我们有一定的比例 来吸收外来的胆固醇 所以说这种 通过绝对的这种素食 去控制体重 或者是去降低血脂的 这种饮食方式 我们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推荐 所以完全的素食主义者 也有很胖的 这个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动物蛋白 对吧 然后呢 没有鸡蛋 没有牛奶 特别优质的蛋白 我们都舍弃了 以后我们的肌纤维 目前有多少条 就是多少条 以后它会 它不但不能增加 可能还会再消失 因为你没有任何蛋白质的 这种动物蛋白的补充 那会对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再加上我们 没有一个合理的运动 我们的肌纤维 会慢慢慢慢地变少 肌肉流失 对 我们要均衡营养 不是说全是素 全是荤 况且如果你会吃素的话 跟不会吃差别大了 比方说你现在 这个玉米当中 跟豆在一起吃 叫营养的互补作用 它有的缺耐氨酸 一个缺色氨酸 它们俩混在一起 其实跟肉的价值是一样的 但我们怎么来吃它呢 如果你整天吃那么多 我看到好多素食主义者 它们血脂很高 它们一点肉都不吃 你说这里头有几个蛋白 可是油脂很多 我们有一个病人 天天跳舞 唱歌踢一万步什么的 可是他每天早上 血脂特别特别高 什么原因呢 他每天睡觉前 六个白果 六个核桃 六个坚果 六粒豌豆 六个红枣 我说 你这放在碗里 不是一碗油吗 他每天早上 他就血脂高 好长时间等我问到他 晚上吃什么了 他才告诉我 他晚上睡觉前吃这些东西 偏方嘛 可是恰恰他就这样 天天锻炼 最后就是睡觉前吃的油太多 他血脂很高 所以我们的这个传言二啊 长期吃素 可以控制血脂 这个说法是 错了 好 咱们来看下面这个传言 这话老话了 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 但是大家都说了一个说法呢 叫吃多不用怕 只要饭后运动 这个血脂就能降下来 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可能有啊 可能断脸有好处嘛 应该有点用嘛 管点用嘛 你在他床上窝着想嘛 能动就行 不是饭后排不走 活到九十九嘛 反正我们是坚持晚上穿饭流 医生说得多 他都让多走走 说对这个心血管什么的 都有好处 是不是血脂高 是不是就头晕啊 高了他肯定是血脂 毛绿血管的多的是 全身都是啊 血脂高了一堵了 有血液高 糖尿病应该是血脂高吧 最码是冠心病一种吧 容易形成血栓 脑袋 供血不足 比如说血管的动漫硬化 然后脑梗塞心梗 这真没法控制 这也没法控制 别吃这个太咸的 打太极了什么的都好 跳舞吧都好 就是吃的清淡点 少吃点油的 它不就血脂就低了吗 最好的办法 就是管住嘴巴开腿 散步 走路 每天保持在一小时左右 就是少吃肉 少吃油大的 肯定什么游泳啊 什么的 肯定行 跑步啊 跳跳广场舞啊 什么的 也挺好游泳泳 80以上 每分钟的步步 应该才能达到一个 降血压 降血脂 确实有用 几位觉得这个说法 靠不靠谱呢 请举牌 这可是个老话啊 怎么还有串通作弊的 互相还问呢 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的英雄 我曾经到100公斤 200斤 胖的一大糊糊的 然后我就开始饭后走 我下班以后 我第三站地铁在上 然后到家之前 又提前两站下 走下来一万步 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了 现在就降下了将近30斤脂肪啊 我妈就那会人说她糖尿病 然后说她取糖膏 让她走 她愣走 走到最后啊 从重度脂肪肝 走成没有脂肪肝了 就是为什么我说 她是错误的呢 就是说我可以吃很多 那我吃很多之后呢 它会对我的血管 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时候我如果靠运动 它可以降 一定量地去降这个血脂 但是这个血管 很有可能就因为 你吃得太多了 可能已经对这个血管 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了 这个伤害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 就算我把这个肉 减肥减下来了 那很有可能 我的血管 已经受到伤害了 所以我是觉得是 还是不靠谱的 那我们就问问各位专家 问问我们各位专家 大家说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是就是动 饭后就是运动起来 就是走 能不能第一降脂 第二呢就是能不能减重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两个问题 所以我先说减重的问题 那其实减重 我觉得首先看看 我们为什么会长体重 对吧 就是我们开始身材 非常苗条 为什么会越来越胖呢 我们的人就像一个天平一样 所以每天我们的能量 有摄弱 必须能量还有消耗 如果二指是平衡的话 那我们这个天平就是平的 所以这时候想把脂肪 长到你的肚子上去 其实不容易 那只有我们的天平 一边我们摄入的这个天平 沉下去了 说明你摄入多了 那么运动 我们消耗能量 这个这边少了 所以它翘起来呢 这样长期的一个结果 那才造成了我们体重的增加 通过运动 是可以消耗热量的 然后呢 会让我们的体重呢 会去尽量地去维持 那一旦我们的运动呢 达到更大的一个量 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走入 减重的这个环节 一般情况下 我们对一个体重超重 或肥胖的人 我们建议他每天的运动量 至少是多少呢 从能量的消耗角度来说 至少是300千卡 如果我走 会多少时间 多少步 才能达到消耗这300千卡呢 基本上是我们普通的散步走路 130分钟 大概15000步 我们才能消耗这300千卡的一个热量 那我们某一个中速的这种走路 大概至少需要90分钟 快步走 大概需要80分钟 游泳需要38分钟 那我们平时的洗衣服 这个大概需要也是100分钟 运动也是可以降脂的 比如说我们的肝油三脂 因为它提供的主要是一个能量 对吧 所以我们运动是消耗能量的 肝油三脂 也就是刚才我们大爷说的 好多有脂肪肝呀 肝油三脂高的这些 慢慢慢慢 这个血脂的水平会向下走 100分钟的洗衣服 等于走15000步左右 差不多 张老师 您那五占地也可以用洗衣服来代替 你家有洗衣机好不好 所以我们经常说 餐后百步走活到99 我们对于那些八九十岁 不能大幅度的 大不留心走路的人 我们需要他餐后站在那儿都行 90多岁 你站在那儿 让你吃的血糖 血脂和蛋白质 送到你的全身肌肉当中 如果说你这个传言是 可以降低血脂 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你通过这样的站立 维持这个站立的姿势的话 我们能够把它转运到 该去的地方 如果像刘帅家一车往那里躺 那么所有的脂肪 存在那些没用的脂肪细胞当中 还影响你的内封闭 还会让你整个血脂紊乱 那就不行 你吃的再均衡 你不动 不消耗 你吃那么多干嘛呢 那么我们说的是 餐后 适当的运动 如果是老年人 如果是怕受伤的人 你餐后就站在那儿 站一会儿 垫垫脚都行 心梗的人 怎么能快速地减肥 又不伤害心脏 他有一种运动 叫高强度间歇 刚才我们有那么多时间 去溜弯吗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洗衣服吗 想快速地 就是快慢交替 餐后 如果你快慢交替地走一走 或者就站在那儿 都能合理地这样 总是不能躺着 血脂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运动一下好不好 来 请上一下我们道具 三十秒倒计时 开始 不行 要蹲到底 再蹲下去一点点 吴龙套你别跳了 你干扰我 周运 你还真的不如张老师 张老师还是挺稳的 张老师我一说你稳 就开始 张老师今年年纪 刘帅你再看一张 我的妈呀 我刚才站得太久了 张老师一直坐着的 你这不公平 别说话了 张老师一直坐着的 我站着的不公平 我站了 到 到 好 好 来 各位请起立 我赢了 请起立 刚才我们做的这几项运动 你们知道哪项是有氧 哪项是无氧吗 我做完以后 最后的我已经无氧了 都无氧了 首先 跳绳肯定是一个有氧的 因为我 首先跳完之后 我一直在 在喘气 它是很需要氧气的一个 哎 我 我有一只有一个误会啊 有氧是不是在室外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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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氧是在空气里边的 无氧是游泳 这样 这不对 我觉得那个蹲起 应该是 无氧的 因为我蹲完以后 我现在蹲不了 吸个酸是吗 就是一个腿 这个大腿肚这块 就是特别的疼 酸 特别酸 我觉得是应该是 属于无氧的锻炼肌肉的 对吧 嗯 到底哪种是无氧 哪种是有氧的 几位专家给我们普及一下吧 其实对于运动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 我们有规律的运动 包含了无氧运动和有氧运动 它可能需求不一样 一般有氧运动呢 可能往往会 带来一些我们 比如说减体重啊 减脂啊 但是无氧运动呢 更多的可能我们建于 比如说在我们健身馆当中 我们做器械训练 这是典型的这种无氧运动 锻炼我们的肌肉 让我们的肌肉 肌纤维的含量增加 是这样一种 我觉得有氧和无氧 不是因为我们在室外 还是在室内 是因为我们提供能量的方式 不太一样 那现在从刚才 这三个运动来说 它这个跳绳 跳绳呢是一个有氧运动 而且是强度比较大的 有氧运动 它消耗的能量是非常多的 平板和蹲起 我认为它呢 主要是以锻炼肌肉为主的 它的能量的消耗的方式 是无氧效节 所以说呢 就是对肌肉的锻炼会更好 但是你这个呢 虽然是一个有氧运动 但是你再次序下去 很有可能 它自己就会转化成 一个无氧运动 你照样会感到 你的肌肉是酸痛的 因为我在跳的时候 跳完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第一就是喘气 第二个就是腿酸 对 所以它不是说 就是一直就是一个有氧的 骨骼肌说的是有氧无氧 我们的喘气也有有氧无氧 开始喘气了 喘到上节不接下血 就是无氧了 我们的心脏 它不是叫有氧无氧 叫缺血不缺血 心脏和大夫 对心脏病人要求 谈你心脏受得了受不了 你拿体育的方法可以提升 我的心脏病人需要 回到正常 所以要安全第一 所以对于运动而言 我们要求安全 打个比方就这个 做平板 你做得越长 我希望你们都做得长 但是我们有一个 86岁的老太太 她做平板 做到腰椎滑脱了 所以我们主张 我们长期久坐的人 30秒为一组 你就是成十组八组 你能锻炼你的腰腹 所谓的核心肌肉 但是我们现在 有的人就比拼的话 比到最后 椎肩膀滑脱 关于她做的这个下蹲 下蹲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一个康复师一个教练 看到的下蹲 跟我们心脏科大夫 不一样 和损伤恢复的大夫 是不一样的 你下蹲到底是练的是 膝盖上面的肌肉呢 还是练的你的腰臀肌呢 那就不一样了 你看你这个膝盖 超过脚尖 你是哪个先起来 它是有不同的区别 如果你想练 大腿的肌肉 你就窄一点 蹲吧 就是你的大腿肌肉 如果你要想要 让你的核心肌肉 让你的这个 所有的腰腹力量长 你就宽一点 不许超过 这儿先起来 只有这样的话 能锻炼到你 长期久坐 那个费用的 屁股的肌肉 所谓叫臀部核心肌肉 所以锻炼的方法 不在于你多少 总量要控制 这个超过一分钟 我们不主张 尤其是这位哥的年龄 年轻人嘛 他肚子大 越做平板 越容易受伤 就是我们要安受伤 你的肚子大 中心低嘛 你核心没有力量 没有腹肌嘛 所以平板练腹肌 练腰肌是很好的 但不走张时间 熬得很长 容易受伤的 对 所以徐医生说的 甭管你有氧无氧 你不要做到缺氧就行 哎呦 这个话精辟 好 所以我们这 第三条传言 说这个吃得多没关系 但是饭后白不走 活到九十九 血脂就能降下来 这个说法是 正确的 好 我们再来求证一下 第四个传言 很多血脂高的老年人 包括我奶奶都说过 只要你血脂高 就一定得服用降血脂的药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短片 不容易啊聚在一块 来来来 喝点喝点喝点 哎 我就不喝了 你们喝 你们喝 什么情况 不喝算 吃点肉吧 哎 肉也不能吃 不能吃 你这没意思了 这不吃那不喝的 你还想不想以后一块玩了 不是 我这不是血脂高了吗 媳妇说了 必须吃素 血脂高啊 光吃菜还不行 还得靠这个 这是什么呀 酱脂药啊 你知道为什么你血脂高了吗 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啊 消化不了 分解不了那么多脂肪 所以说你自己弄不了它 就得靠外力 吃药 血脂才能降下来呢 这血脂高了 就必须服用降脂药 靠谱 问一下大家 觉得这个传言 到底靠不靠谱呢 请举牌 脂药啊 一定啊 这个很明确 有病就得吃药 还年轻人可以扛一扛 但是老人的话 必须要吃 因为它运动量什么 它都没有那么大 刘帅说这个高血脂一定要吃药 那您刚才在上面 蹦蹦跳跳半天是干嘛 但是老年人做不了蹲起了 让他放后站着嘛 对 放后站着呀 那站不住摔了多难做 那老年人有个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他身体已经摔老了 你给他吃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药 他的身体肯定也承受不住 有没有副作用 对 可能副作用 比这个血脂带来的这个作用还要大 那我们问一下几位医生 确实高其实临床有他的诊断的 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刚才我们上一节谈到的 那几个成分当中 这个总胆固醇 低密度质胆固醇 钙固酸质和高密度质胆固醇 它有一个参考数值 如果说我们的厌血结果 说这个数值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之以上了 我们诊断为高脂血症 那高脂血症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吃药 这个其实要因人而异 就是说首先看一下 你这个高脂血症的这样一种状态 有没有合并一些慢性的疾病 如果说除了血脂高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疾病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建议先是 通过合理的膳食 饮食结果调整 合理的运动 管住嘴 迈开腿 来调整我们的血脂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如果说你同时合并了 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 比如说有冠心病 放过支架 大口桥 有糖尿病 有一些这种心肺管的 这样一些高危因素在里面 我们要进行一个危险分层 分为低危 中危和高危 和极高危 不同的危险分层 你要面对的我们血脂的 这样一个把目标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这些 合并慢性疾病的 血脂高的病人来讲的 最大部分是需要 靠降着药物治疗的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 想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降血脂 降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 是不是血脂越低就越好 这就和我们用药有关系了 要怎么用药 如果一个正常人血脂高了 打个比方 低密度质带超过3.6 那肯定不行 容易有风险 如果你正常人 什么年轻人就不需要 只要低于3.6就行了 如果这种有糖尿病 有高血压 有中国风口心梗的话 你还是降到2.6 1.8以下 这一点就是有个度 我们这个度在医学上 叫危险的封城 你越风险越高 你就得吃 如果风险很低 管住你的嘴 控制你的热量 适当冻起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有条条规规很多的 不是说什么病毒得吃药 你自己不努力 光知道吃药 你自己能够把饮食搞得更平衡 你如果能够运动得很适度 把你的血脂不增高 那就应该直接能把血脂降下来 我们只要降低 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就可以 因为降得太低了之后 我们有可能出现 其他一些代谢问题 或者是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肿瘤的问题 所以对我们尤其是年轻人 然后没有高危的因素 我们不需要降得非常低 好多人认为吃了降血汁的药 会肌肉疼 会肾脏的损伤 其实根据统计下来并不多 但是从长久的统计 这个数据不一定需要时间长的 去统计它的副作用 比方说对于老年的认知 对于心肌的传导 心脏传导系统 乃至整个人的代谢 包括一线的是否有损伤 都需要经过长期的 我们希望这个药对人有好处 能够降血汁 减少冻白硬化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 我们所有吃药的人 都是大白鼠 我们都是实验品 从我们身上找到资料 这样就违反了一个人论的东西 所以说有用的东西 需要它去治疗 我们选择它 这是有统计数据的 到底对人体有什么副作用 还是需要科学不甜的去发现 而不是说一哄而上 非此即彼 非左即右 这样不行 对身体好 降低危险 这最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传言 这个血脂高了以后 就必须要服用 降血脂对药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言 三错一对 我们求证了很多 学习到了不少 不管有对还是有错 都是给大家扫盲了 我觉得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个血脂问题上的一些盲区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棒棒的 也要谢谢我们的周韵 同事也要感谢我们的徐医生 谢谢 谢谢 其实享受美食 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但是在美食和健康之间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平衡呢 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马上为大家请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 刘英华 掌声有请刘医生 你好 刘医生 我们如何从一日三餐中 摄入充足而有效的营养素 来促进身心健康 没有垃圾食物 只有不合理的搭配 我愿意帮助您天天好营养 一生享健康 我是刘英华 你看我们刚才聊了半天 大家可能都有点担心 到底该怎么吃呢 是不是该放弃我们平时一些爱吃的东西呢 你看今天我们现场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你看这看起来这油渍麻花的 那这个油到底应该怎么吃 这个应该是水煮肉片 锅包肉 这个是毛血旺 一看您就特别爱这些 大家都爱吃 全国人民都爱吃 这些菜呢 大家一看共同的特点就是油特别的多 膳食指南里 已经给我们就是建议每天摄入的油的量呢 大概就是30毫升 也就是30克大概这个左右 吃一个菜就把这一天的油都吃进去了 那除非其他的菜都不吃 那么油是够了 可是其他的营养素又不够了 那么锅包肉可能是要比这两个菜的油啊 稍微少一点 看上去就清爽一些 对对对 但是也是50步笑百步 也好不到哪去 所以呢像这样的油大的菜 尽量还是要少吃 好吃的菜呢油都很大 但是医生说了油不能多吃 那怎么吃油才更健康呢 今天呢我们现场一位大家请到一位大厨 他是王善坤 他会在现场教大家做几道菜 有请 你好 您在这坐着 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菜健康到底在哪里 好吗 您赶紧忙着 那一会儿这四道菜会端上来 在此之前您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油怎么吃才更健康啊 对刚才我们都说了 应该一天有一个量的限制 那么还有一个品种的限制 大家可能看现在呢 这儿有这么多的油 大部分都是咱们平时用的 比如说葵花籽油啊 菜籽油啊 大豆油啊 花生油等等 那么唯独的这一小瓶呢 这是个亚麻籽油 那么亚麻籽油呢 它实际上是含有一种 我们叫做Omega-3脂肪酸的 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那么其他平时我们总吃的油呢 主要是含有Omega-6脂肪酸 那么它们两个的区别 最主要的就是 它们在这个脂肪酸的结构上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在体内的功效就不太一样 3号好还是6号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啊 包括对脂肪酸的认识 就认为富含Omega-3的脂肪酸的食物 对我们调整血脂啊 对人体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啊 包括抗氧化的能力啊 都是非常好的 2019年的 对 新英格兰杂志上就发表了一篇 比较有名的文章 如果要是服用富含Omega-3脂肪酸的 这样的胶囊的话 那么高脂血症的人 他们可以降低一定程度的 血脂的程度 而且还可以预防他们发生 冠心病处死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所以Omega-3脂肪酸还是不错的 你们要多吃这种 对 多吃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但是呢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平时在我们的食物当中 还是Omega-6多 就说明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 6和3的比例不太均衡 为此呢 我们还是平时尽量地去选择一些 像这样的油脂啊 或者是深海鱼肉啊 这样的食物来帮助调整一下 那今天您要给大家带来 这四道菜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呢 在我们的肉类菜里面 最好是吃清蒸鱼 比如说吃鱼肉 那刚才我们说了 富含Omega-3脂肪酸 再有一个肉呢 比如说我们选择鸡肉 那么鸡肉里面的脂肪比例 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用小鸡炖蘑菇 这样的一个菜 所以在肉类的菜里面呢 跟大家推荐两道 一个是清蒸鱼 一个是小鸡炖蘑菇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桌子上 摆了好多好多的食物 为什么要选小鸡炖蘑菇 就是这个蘑菇这个来源 我们说调整血脂的食物品种 大概可以有四大类 是比较好的 一个是蔬菜 一个是水果 一个呢是杂粮类 还有一个就是豆制品 那么蔬菜呢 比如像西兰花啊 芦笋啊 尤其是像这个木耳啊 香菇啊 蘑菇啊 这一类的 那么它们含有的 膳食纤维很多 而且还含有一种 多糖类的植物化合物 所以对我们调整血脂 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发展 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所以我们选小鸡炖蘑菇 鸡肉里面再配点蘑菇 那么第二类 我们说是水果 水果呢 你看 蓝莓 对 今天这个准备的 这是蓝莓 那么它里面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C 而且还含有一种 植物化合物叫花青素 抗氧化的能力也比较强 再比如像猕猴桃 你看这维生素C的含量 也比较多 那么它的维生素C的 抗氧化的能力 也可以帮助我们 来预防某些心血管的疾病 这是水果里面的 它的一个比较丰富的作用 那么第三类就是杂粮类 你看这些黑米 这个是糙米 糙米 对 这些杂粮 它们含有的膳食纤维的成分 也非常高 所以说对我们 缓解血脂的升高 对于我们整体的心血管 疾病的防护 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那么豆制品为什么呢 因为豆制品里面 我想咱们节目的前面 也讲到了叫做载唇类 它就是里面的植物载唇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植物载唇的结构 跟我们人体里面的 胆固醇的结构 比较类似 我们人体的肠道 如果吸收胆固醇之后 它入血 胆固醇就容易升高 所以如果载唇 你吃得多的话 它就竞争性地抑制 小肠对于胆固醇的吸收了 所以这样的话 血里面的胆固醇 就会稍微低一点 那么我们常吃一些豆制品 这个豆类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今天带来的另外两道菜 就是一个是西芹木耳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蔬菜类的 再有一类就是小葱拌豆腐 就是我们的豆制品 所以一共是四类的菜 这个小肠炖蘑菇 我们平时主要的烹调的方式 都是要把鸡肉先炒熟了 然后再加一些蘑菇 然后再加汤来炖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想 把这个油脂更降低一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清水来炖 既保持了这个鸡肉的鲜味 而且又少油的一个方法和办法 但是你像东北的人 他就喜欢这样炒着吃 因为它的感觉非常地好 而且口感也非常地脆 所以这种时候 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油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亚麻籽油 来进行炒 来吧 这个时间让我们的嘉宾 来尝尝这个菜吧 来吧 我尝尝这个鱼吧 我要蘸点这个汁 那个鱼上面那个葱 姜那个丝特好吃 尝一口 真的 你是等我把这个吃完了 然后吃鱼肉 葱和姜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配料 它里面也含有很多的植物化合物 所以有的人愿意吃 有的人不愿意吃 但是实际上是应该 应该把它吃掉 对 虽然这道菜浇了油啊 但是它丝毫不影响 这个鱼的那个 本来的那个鲜的味道 对对对 非常好吃 对 从营养搭配 我觉得蛋白质 你看豆腐蛋白质 这个它的含蛋白质的量 是最高的 然后这个鱼呢 优质蛋白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就是我们的烹调方式 推荐 强烈推荐 然后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是凉拌菜 这凉拌菜呢 如果我们是用的 这种就奥米格三的 那个亚麻籽油 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纯吸收 会非常非常的好 来 吃鸡肉的时候 要不吃鸡皮 我替大家啊 先试一试 好 特别的好吃 肉味特别的鲜呢 是吗 而且特别的入味 尝一尝 尝一尝 首先非常鲜 然后非常嫩 然后嚼完了以后 它没有挂齿啊 留在嘴里 它就全挂了 就下去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要在这个美食当中 和大家说再见了 要特别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因为不仅保持身材很重要 保持我们的心脑 血管健康更重要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